大家好,我是爱多美的李安荣市长 2021年新年一时,我们开始爱多美的第一届新产品介绍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的产品,新产品,上市计划 具体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保鲜食品 爱多美的主要产品就是爱多美的蜂蜜饮是危机榜首 就为了我们研发出像蜂蜜饮这样的保鲜食品 我们投资更多的资金进行研究开发 现在我们拥有很好的原料 通过独自的功能原料,以及持续的研究开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生产更多的产品 我们也会生产蛋白质产品 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产品 我们从今年上半年开始会上市更多的有关蛋白质的保鲜食品 去年年底上市的诺利产品 我们会推荐个别认证项目 这个诺利产品为了得到保鲜食品认证 为了得到个别认证 进行研究开发不仅如此 我们为了确保更多的垄断新材料进行研发 上市蛋白质的时候 与韩国不同 也会同时进行中国等很多国家 让使住在其他国家的会员能够利用我们的产品 之前在我们非常有名的这些产品的话呢 也会进行升级 不是一个产品 是一个产品群 我们会上市更多种类的产品 乳酸菌 牙刷牙膏 维生素等等这些产品 之前是一个产品 最后呢会成为一个整个产品群 会开发更多的产品种类 再加上之前 之前受到很多人关注的这个乳酸菌和维生素等等会进行升级 之前的主要化妆品这个护肤品呢我们会我们已经进行了升级 所以阿什洛特呢已经在2020年得到荣获展映时间 2020年我们通过增效安瓶 扩大了我们的产品种类 2021年以特别护肤为中心会上市更多的产品 比如说我们按照各部各种年龄各种部位能够让大家可以进行居家护肤 也会上市针对应用儿和产夫等产夫等等的特别消费群的产品 也围绕美白以及水分补水上市更多的新产品 也不是一个产品是一个产品群尤其是这个彩妆呢全球会员的需求比较大 当地很多人都需要不同颜色的这个彩妆产品 为了我们上市更多的产品我们会升级到70多种类的这个颜色 那颜色也是如此之前是为了这个亚洲人那么今后呢会应对更多的不同肤色的消费群进行更多的这个新产品上市 那么在线上在能我们可以通过利用这种线上的方式尝试一下很多产品 比如说呢我们通过APP也可以让大家首先通过APP尝试一下 现在Clean Beauty已经成为了大使所区2021年 爱多美我们会制定我们用我们独有的标准 现在我们遵守我们的标准 现在我们会进行更加细分 会为大家更具体的介绍 那么大家通过我们的介绍可以了解到爱多美 为什么用这种产品为什么使用了这种成分为什么没有用这种成分等等 这就是我们今后的计划 按照这个指南整个产品的成分会有所调整 绿色产品呢一直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为了更好的应对这个绿色大使所区 环保大使所区我们会使用更多的包装产品 绿色包装产品 2020年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 很多人对保健和安全更加关注 所以有关保健和生活安全用品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比如说消毒纸巾呢或者是女性使用的纸巾等等 我们会上是有机产品 那食品呢我们会为大家准备家庭可以使用的简便食品 那么所谓的root产品呢就不是完成产品的 就是相当于这个材料 原材料 我们开发原材料之后 我们会制定用爱多美独有的产品 比如说酱油或者是韩国泡菜等等 也可以如果大家宅在家里的时候可以使用的 可以使用的这些产品 为了大家的宠物的这种产品呢 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比如说吃的用的排便等等 我们会上市更多的有关宠物的产品 我们宠物产品当中呢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会扩大有关绿色环保产品 比如说我们有环境卫生袋等等 厨房用品 不仅是包装 我们使用的产品的原料 也会是绿色环保产品 还有一个就是家电 我们的家电也是正在进行研究开发的领域 包括工系清化器 在内的几个产品呢 已经在2020年上市 2021年我们会扩大更多的种类 比如说 饮水机等等 我们会加快生产有关家电 很多人关注杀菌和有关保健卫生的产品 所以呢 我们也会进进这些领域 通过新型技术开发 首先我们会得到更多专利 比如说家电 我们需要一两年的研究开发 新闻会成为我们的主打产品 2021年的时尚 关键词就是有功能性以及outfit 特殊功能也是我们要进军的领域 比如说 女性内衣也是在爱多美 准备上市的产品 比如说365天都可以使用的产品 是爱多美的主打产品 那么2021年是使用特殊原料的产品 这是我们今后要集中生产的产品种类 通过Afit 我们也会进进outfit 就是外套 外套 比如说不是内衣 除了内衣之外都是这种outfit 我们不是收产大量的产品 我们会通过人工智能为大家制定产品 那么爱多美呢不仅仅是上市爱多美的品牌 我们通过与其他的品牌一起进行合作 上市爱多美的产品 爱多美365这种产品呢也会升级功能 Afit项目呢不仅是在韩国 我们会进军全球各地 在全球各地都可以购买到爱多美的时尚产品 2021年爱多美的最大项目当中的一个就是为了MG时代的A Young A Young就是为了年轻人的项目 MG时代呢就是从19到39岁的也就是39%的人群 马上我们会通过SNS 社交网站等等的方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A Young项目 MG他们呢追求价值消费 通过消费可以表达出自己的信念 这是主要特征 MG时代通过自己的购买 遵守自己的信念 有时候呢他们呢主要追求的就是自己的需求 之前爱多美也有针对他们的产品 但是呢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我们会上市更多的为MG时代准备的产品 同时我们也会准备更多的交流方式 让年轻人能够更好的了解到爱多美 比如说减肥或者是睡眠 等等有关产品 那么化妆品等种类呢 也会为大家准备Skip Care产品 不是一个保健食品 不是一个化妆品 比如说睡眠健康的话呢 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到比如说枕头或者是什么被子 等等很多产品都可以找得到 那现在如果需要更多的交流的话呢 我们会为大家准备更多的交流平台 这种通过交流平台 我们可以一边遵守我们的价值 也可以为MG时代准备更好的内容 为了MG时代 我们会上市年轻的这种品牌 那可能在2021年开始上市 以保健食品和护肤品为中心 我们准备更多的产品 请大家多多关注 2021年核心推进课题 也就是我们的2021年产品计划 我们爱多美会更加努力 得到大家的信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